只不敢不想不應該 再謝謝你了愛 各位觀眾的節目是幸福自動車公司 各位觀眾的贊助也有提供 呵呵呵 禮拜天來加班 就是這麼厭世了 那你知道為什麼禮拜天來加班 為什麼 KUGA 你要賣多少 因為我還沒買過NEW KUGA 平常他本來找我說1到5沒有空 只有禮拜就喬到最後只有禮拜天有空 又是NEW KUGA 如果是舊KUGA我就講什麼 有空再來嘛 好不好沒辦法 可是NEW KUGA我真的沒買過 對不對人家都已經拆成這樣了 我們不買回來 買一台回來拆這樣對嗎 好不好去看一下 因為我也還沒看過車子 先去看一下車 這個是2020年12月出廠 12月30禮拜 這麼新喔 他再多等兩天 他是不是就2021 2021了 所以認真來講 這樣才開幾個月 四個月呢 就要賣了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就要問他說 到底為什麼那麼新的車要賣 我跟你講這種片子 通常以上下面留言 最多都是什麼 怎麼那麼新要賣 有沒有 怎樣怎樣怎樣 買東西沒想太多 一定是貸款繳不起 一定是他媽媽怎樣怎樣怎樣 詛咒人家全家都出事情 那種感覺 好不好 我們就看一下車子 這那麼新的車 我們待會搞不好 用短短時間看完 搞不好如果有買到 可以去試個車 因為我也很期待 這個賣新車缺成這樣是怎樣 現在車是不用錢 是不是 沒有是真的好像聽說 是真的有缺金店 還是因為疫情那個工廠 好像真的產能有一點比較不夠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產能不夠 我們買回來 然後就在那邊等 對不對 等不及的人才買就好了 欸還濕的餒 洗乾淨才來 洗乾淨才來 好爽它不擦乾 不是 這個 南風天濕氣重 所以墨水還沒乾 剛沖乾淨才來的 雖然還是有點髒髒的 好吧我先看跑多少 4700 我跟你講這坐竟然滿滿的focus感 現在坐車坐這樣才會省錢 它這個當初是1.5頂級的啦 全景天窗嘛 1.5頂級好像新車多少 106萬是不是 啊現在是不是要拉兩下才可以看 以前前面有個扣環嘛 那它現在新式的focus都改成拉兩下那個開關 有沒有 標籤在 標籤在 好雖然我跟大家講 不能只看標籤啦 可是其實我還有在看漆的顏色 螺絲我已經看完了 你看輪胎這個飄啊都還在你看 標籤都還在 這個髮亮跟新的一樣 18吋的鋁圈 225 60 18 20年的胎 43周 沒有問題 應該有電尾門吧 頂級 欸有沒有腳踢啊 你有腳踢嗎 應該有喔 沒有啊 哪裡來的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 為什麼那麼不靈敏 好我看完了 直接去問車主說為什麼要賣 要賣多少錢 他這個算 還不到一年的車 扣20萬 我們買86回來賣個 九一幾萬 削個一層 搞定 輕鬆協議 再加上拍個 7749支影片 應該就夠本錢 我跟你講啦 這個車敢開來 只要他願意了錢 我們沒買過 我們是一定跟他買的 就這麼決定了 好不好好我就直接去問他了 不然是禮拜天 不要花多時間 快處理一下 好啦問好啦 也買好啦 已估啦 快吧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他為什麼要那麼心要賣 他買了以後 因為他住在中和那邊 他才發現喔 車有點大台 中永和那邊的小巷弄 他覺得無法駕馭 所以他後悔了 那他當然也知道一定要聊 那我當然是從86萬開始 後來他當然是希望聊 越少越好 他是說看能不能有90萬 因為他說看網路都賣90幾 但合理我去網路看真的都賣90幾 可是他是1.5頂級的 會不會ST的比較多人想買 ST有套件應該比較帥的感覺 對啊 對不對 我也是這樣跟他講 反正他7788最後跟他買88萬 其實我沒買過啦 你問我說這個是便宜還貴 我真的不曉得 反正就買來拍片 想到什麼拍什麼 對不對 拆也人家拆過了 我們也不用拆了 我們回來試看看好不好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也不錯 裡面拿個三五萬 拿來當這個拍攝影片的預算 三五萬換算成流量 至少要給我30到50萬的流量 這樣大家就一筆勾銷 一次看不夠看兩次 兩次看不夠看十次 好不好 上次有一個網友一直跟我報數 你知道嗎 他在下面留言 小獅哥我看第一次 小獅哥我看完第二次了 小獅哥我看完第三次了 又留言 他一直一路留言到第十次 他說小獅我終於看了十次了 我可以去看老高跟小莫了 真的啊 你有看到留言 有啊MX5那一集 對啊MX5那一集 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比照辦 你在下面留言就好了 看你報數 看你看幾次 好不好 大概換30萬到50萬 我們這台車買了就值得了 到時候就隨便賣了啦 話不多說 我們接下來就先把車主載回去 之後我們就直接試車 天色也快暗了 欸禮拜天欸 走走走走 出版 你看這大天壯 他這一個是這樣的 你看 超大 有沒有 然後那個 一樣旋轉的白檔 有沒有看網路那個迷音梗圖 老婆幫我把音量轉小聲一點 一轉胖翻車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那個梗圖 這個其實用起來真的是 要習慣一下 沒那麼舊熟 說實在的 他說三缸 因為他之前舊型是四缸的嘛 然後大家都一直在那邊說 什麼三缸比較陡 可是其實我覺得 方向盤坦白說 感受起來 我覺得沒有什麼叫比較陡啊 不過坦白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台車我怎麼覺得 明明就 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有沒有 可是他帶出方向盤摸起來的 那個感受有沒有 的確是比Focus 不陡一點 有啦 你握著方向盤的話 你會感受到 他那個傳遞 來的 稍微的一種 一點點這種 很細小很碎很碎的震動 沒有那種像 按摩方向盤的感覺 但是我跟你講 有一個地方有感受 我現在踩煞車踏板 有沒有 煞車踏板傳回來就陡 有感覺 你不覺得你的腳底板媽媽的嗎 可是方向盤其實真的還好 不過你想想看喔 1500cc渦輪增壓 當初官方我記得 油耗數據是 四驅12 平均15 高速18 這數字其實很漂亮 這麼大一台 以前四缸的時候 有沒有 是182P 改成現在三缸 以後剩下180P 0到100 我記得是9秒多 然後這個盲點 全速域的跟車系統 它全速域是0到200 它跟2ST 除了大包跟內裝不一樣 有沒有 還差那個主動轉向式的頭燈 還有它那個自動光源不足 會打遠燈你知道嗎 它偵測到對向有車 它就會 自己關掉 對自己關掉 隔音還不錯 然後我覺得油門拆起來 真的超勤快 我記得它這個時候 它的那個 四缸改三缸的時候 雖然馬力少了2P 有沒有 但是問題來了 它這一代的車體 輕了好像50公斤 所以其實整體開起來很輕快 重點我覺得這一代總點 為什麼它這一代要賣那麼好 就是它的 八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欸敢沒有撥片欸 這自排而已欸 ST一代才有齁 沒有我不是說COOG ST 我說FOCUS ST FOCUS有啊 對啊 明明就同一套東西 為什麼不用 變速箱不一樣啊 不一樣嗎 不一樣啊 八速手自排不是一樣的嗎 沒有沒有 這個是自排 這個是有自排 喔 好吧 這卻在FOCUS都沒有夠 欸還有媽 ACTIV 中型FOCUS 哈哈哈哈 好我放一下 哇這個開起來真的很輕鬆 它這個變速箱真的換對了 非常劃順 超開 空氣的聲音又低 底旁揮瘦又安靜 欸我覺得也是很傷誰 開個三四個月賠了十幾萬 所以齁 要買車還是要三思一下齁 很多人齁 我相信 我有遇到周遭很多朋友齁 買下去以後有沒有 才發現說 太大 啊太小 齁 太怎樣 然後後悔 可是後悔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一慢又賠錢 然後就一直屬於那一種 跟他的婚姻生活一樣 一直在撐的狀態 哈哈哈哈哈哈 就跟娶錯老婆一樣 沒有那麼容易換嘛 所以就一直撐嘛 要離又離不了 然後又沒有能力 再教一個新的更棒的 就跟阿呆以後的婚姻生活一樣 很難撐的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為什麼 在現在我就敢講 跟你以後的婚姻生活一樣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的結局都是一樣的 哈哈哈哈 兩種嘛 一種就撐 一種就撐不下去嘛 阿呆以後的個性 一定是撐的啊 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 現在這個離婚的下一個 也找不到更好的 阿不然先這樣好了 對不對 瘋狂 對 喔喔 瘋狂喔 阿呆現在的褲子很好 為什麼瘋狂 好啦 反正就是 不是一般人有辦法 斷舌離就斷舌離 那真的我們遇到這樣 可以斷舌離的人 我們就來撿他這個尾刀就好了 所以我大概就是 我有去研究一下 這個試駕外面車商在收 正常應該要跟我原本講的數字 就是減掉20萬 賣出來大概跟新車的價差在 12萬到15萬左右 是一個這個車現在在 二手車 因為其實這個車已經有一些 在市場上賣了 雖然我不知道他PO真的PO假的 但是 我在那個數字網上面看是大概10台 在我PO上賣 所以我就覺得扣20萬 那後來跟他瞧一瞧 我說那賣小事比較高 我就比市價大概多個2萬塊錢 然後我就想要買回來 那我剛剛想 中間我就看有沒有一些流量來換 就這樣 而且我常講 你買這種跑4000多 甚至我跟你講 有些四層車底層都比較高 你想想啦 你今天像你 不好意思我又要用這個比喻了 觀眾朋友不要泡我 我們的同溫診也喜歡聽我講這種 所以這個免為其難一下好不好 他在今天叫你跟一個女孩子交往 你要一樣開5000公里 然後是那種 所有人 有的沒有的 各行各業的人都去開過 跟一個固定的人開5000公里 你要取哪一個 一個固定的 對嘛 對不對 是人性吧 所以我們這個雖然跟四層車 有些些的四層車里程已經差不多 但是至少他是從一而終 對不對他從新車買來 而且人家新車買來也很愛惜 也是保全險什麼都有 這跟大家分享 看小市長姿勢 賣車齁 這個你有保 加保的險都是可以退掉的 那有些車廠不會講 有些車廠會把你保走 你保了3萬的險 他會把你連保險都過戶掉 然後再去退錢 好我現在看一下 欸怎麼有點沒力啊 他有點那個渦輪磁質 好1.5的渦輪到了山路 有一點點的磁力感 但是還算秉順不會上不去 但是你明顯齁 在很多時候 換檔銜接的時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 那個渦輪有一點推不動的感覺 欸可是這個山路 以這個高度的休旅車來講 算不晃啊 對啊我以為這個車高 應該會蠻晃的耶 這支撐性還蠻好的耶 我剛剛有聽到一點點 停泊聲音 他這個過彎的極限有點低 剛才60而已 這個輪胎可能比較不好 我覺得這應該是輪胎的差異性 不過我覺得整體來講 除了這個爬山的時候 有一點點的無力感 那畢竟它排氣量不夠 它推動污輪的那個力道 感覺不太夠 然後再來一個 我覺得側情不算明顯 過坑洞也算舒適 我講真的 我開過更多更晃更高的休旅車 這個車真的在休旅車裡面 算是自認能力還不錯 可是我這個避震器我覺得 設計的真的還蠻可惜的可憐 但是台皮可能 它的輪胎皮 等一下我看一下什麼牌子 因為我不知道有腦袋什麼牌子 可能有一點燒險 抓地力不足 我們絕對可以這樣試了吧 因為開4000多 我們應該可以用新車的標準去試它 有時候我們試一些老車 畢竟是老 所以它那個避震器太軟了 我覺得我們比較沒有出發點去寫 但是它現在這種4000多公里 我覺得還是可以用新車的角度下來判斷 它106萬你覺得算貴啊 其實現在車上都比較遠貴 現在的車都蠻貴的 以前買一台這個車不用算這麼險 那你家Outlander的時候 應該七幾萬左右就買到了 對啊 現在的車是隨便會進擺 OK好 不妙吧 現在通貨膨脹了 都不知道現在悄悄的在通貨膨脹 都感覺不到 好我們下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是到貨來拍的 先估車 然後我們就順便路上試車 路上試車完我就開來公園 再帶大家看一下這裡面的樣子 看到沒有 雷馬鹹頭燈 日行燈都是LED的 欸幹這是日行燈嗎 這是霧燈 霧燈 霧燈 那日行燈在哪 那個Nike啊 喔Nike喔 有沒有這邊是日行燈 有沒有燈管 做的還不錯 然後那個來看一下鋁圈 18吋的鋁圈 2256018有沒有 你看這個Timberland 樹枝嘛 幹你去拿Timberland的Mark弄到這邊 Timberland鋁圈 Ti-Blan鋁圈 然後固特E的輪胎 這個剛剛試的時候有點極限有點低啊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它這上面有五條線 有沒有 好這個有自動感應的摸門 然後我們打開裡面齁 因為這個我們還沒有回來還沒有清嘛對不對 喔 喔 喔有桌面耶 你說儀錶板喔 對啊 彩色桌面耶 天空耶 然後這個門板齁 軟塑膠 皮是這個 這個是皮 這是軟塑膠 然後這個有LED 車縫線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 這平靶的方向盤 握感也OK 都符合 其實蠻符合我的需求 但我覺得 有一些小地方 我覺得可以稱讚一下 雖然它車我不能講它賣的便宜 可是我覺得它 目前看起來有對得起它的價格 你看它這個塑膠的這個上面 有沒有一層絨毛 沒有 因為你那個橡膠關起來以後 跟這邊摩擦其實是會有聲音的 會ㄍㄧ嚥ㄍㄍㄍㄍㄥㄧㄍㄍㄍㄥ 有沒有 它除了這邊有絨毛以外 這邊也有 B柱這邊也有 然後它這個椅子 我覺得就比較中規中矩 跟ST-Line比起來 我上次看那個迎廷姐 開ST-Line Cougar來我店裡有沒有 它內裝椅子看起來就很像 我以前那个 B&W AMG A250的那種 AMG的椅子 車紅線 然後中間有擠皮的 ST-LINE的質感就有點像冰濕 外觀像保時捷 內裝像冰濕 然後這個是我剛剛開車的那個座位 我去坐一下後面 空間還不錯吧 只是我怎麼覺得椅背有點直 它是不能調嗎 欸不行欸 看最底的 先崩了 所以像這種大小 因為小朋友到國中高中要都沒問題吧 這邊也有高音喇叭 輪弧 防刮材質 這邊都有防刮 側面有防刮材質 防刮材質還給你鍍鉤 欸 你知道這個鍍鉤嗎 你去Poosh的那個選配表 你去選看看 看多少錢 5萬左右吧 我記得 這更好笑 窗框電鍍5萬就算了 黑化也要5萬 那請問選什麼顏色不用加錢 你告訴我 哈哈哈哈 還是有窗框就是要5萬 然後這個 後燈我是覺得比較了無心意的地方 你不覺得它的前燈跟後燈不合 前面很圓對不對 後面竟然是方的 你看像Poosh的凱燕跟Mekane 它前面車頭燈 有點像KUGA車頭一樣是圓的 可是它屁股也是像MOMO一樣圓的 感覺頭尾才配得起來嘛 然後它後車廂 我覺得它之前一直在講 我最喜歡就是它這個拉拔設計 支援這個一鍵青島 有沒有 然後它底下這個銀色的就稍微有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有質感 它這個是噴成灰色 這其實不是銀色 它如果這塊可以再把它換成比較高亮銀一點的烤漆 或者是亮面的這個電鍍的 我覺得後面會更霸氣一點 然後這個排氣管的套管 排氣管這樣圓圓的小小的一圈 然後套一個套管 然後這個就顯得比較 看起來比較沒有 比較稍微的看 如果是我 我要開這個車 我應該會把維氏管弄得更漂亮更亮一點 屁股的感覺才會帶出來 你看它這個現在的設計是這樣 它一樣是跟著中控鎖對不對 中控鎖開它就油箱蓋也開 中控鎖它就鎖起來 然後你看裡面完全沒有油箱蓋了 有沒有 我們就這樣督進去 就開始加油 看起來 這很早以前其實就取消掉 你知道嗎 比例是它的時代其實油箱蓋就取消掉 好啦 出去試車啦 走 這個車真的看起來像駕高的路 你不覺得它座位很高嗎 它很高啊 所以我現在是最低的 可是它還是有點高耶 其實你看我這樣否覺得 視野有點看不到 還是偏高 對 很偏高 是因為它座的比較斜 所以你這個視窗很小 你有沒有發現 所以你看出來的視角其實蠻小的 所以我常講一句話 今天買到這個車 我的車會越來越便宜 有一天一定會買得其他的 那天那個大淵來也在聊嘛 說欸我怎麼收那麼多這種車 我說我們小時候很喜歡的車子 那時候完全買不起 現在到這個年紀了 回過頭來看以前曾經的夢想 都買得起了 你以前看蘆菸一次好貴喔 現在回過頭來 蘆菸也老了 哈哈哈 擺得起 你就可能要找第二個蘆菸 要找現在的 不是啦 不能讓你講 車子的確是會老啦 可是因為我們回來還可以再幫它做一個翻新 對 不能用人來比啦 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車喔 我做個總結啦 我是不知道上片的時候 賣掉了沒啦 那我是覺得說 這個車我買88萬 預計應該 我坦白說 我如果要賺一層 8萬多塊 9萬嘛 那我如果要賣到96萬 我是覺得太麻煩 可是這才差10萬耶 信特還會再便宜個幾萬 總有吧 那我應該也不會賺 應該力量也不會賺到一層啦 我覺得我應該會開在大概93萬左右啦 5萬塊錢 0.5成而已 那我是覺得說 反正對不對 我們用流量稍微 這個 因為我 我如果有持續的 可以這樣子的 買到一些很 很新的車啊 很特殊的車跟大家分享 我們算少少 快速都賣掉 我們就可以再買下一台 我們還沒有機會買過的車 翻桌率 對不對 影片也會變多 我們賣的車也會變多 大家看到影片 還會再把這個車開來賣活 所以我們是放長鮮 釣到魚的概念 啊不是啦 那個是 那個叫什麼 激水長流啦 對啦 不是放長鮮釣到魚 一樣的意思喔 講出來好像不太一樣耶 你是先去酒店上班 這個認真向學 又去讀書 還是說你是先去讀書了 然後因為你太花錢了 才跑去酒店上班 對不對 這個意義上不太一樣 表達方式不一樣 可是結果都是一樣的嘛 沒錯吧 所以這個表達方式很重要 我們不是放長鮮釣到大魚 我們是激水長流的概念 好不好那今天這個 影片就到這邊 下次見 拜拜 好 好 廣嗨你知不知道 喔一耶 喔喔 喔一耶 喔喔喔 那不是夾娃娃機 那以前就是廣嗨 它本來就廣嗨 它是被夾娃機拿去用 眉菲色舞 眉菲色舞當它前面 我想起來了 好 我想起來了啦 幹 愛的是非對錯誼太多 來到北北省屋的長河 有沒有 喔一耶 喔 欸 看怎麼又變 又變娃娃機了 為什麼它一直吸我的腦